我看他当院长就是爽 谁讲的呢 馆长有网友就说他以前是骂韩国语 现在韩当院长了 风向是不是变了又开始在喜欢了 馆长则回击啊 投给民进党就是终身民进党吗 他不能喜欢韩国语吗 而且赞说韩国语当选 有提到会尽量维护小党的利益 并盼望以人民的利益为福祉啊 不得不说韩国语这次真的很帅啊 你觉得很帅的答案 7好不好 我说真的因为 佛祖明明就很大 那只猴子在那边跳来跳去 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小 那个佛祖也没有一掌把他打死 还是跟他讲说回头是岸吧 那这么狗从头到尾就在跳 听得懂老大打一好不好 他到现在都在跳呢 小小的一个党团啊 希望尽早开议 这样一个卑微的请求 搞到整个立法院的基层同仁啊 都要加班 我想这样子啊就不好了 我真的觉得 台湾不需要有讲话那么会酸的小党 大家都快过年了 啊你今天抢要2月6号要开议 2月6号开议 然后隔天上一天班就要放假了 少在那边演对啊 你以为现在在直播是不是啊 你以为现在在赚斗内是不是啊 有时候香蕉之下就知道 你票少又在那乘的狗啊 对啊 那只狗7票而已 这白痴的狗 哈哈哈哈 白色力量7张票啊 不是白痴的狗嘛 对啊 香蕉之下和狗价 哈哈 有时候香蕉之下 问题问 喜欢我的影片吗 看得很爽吗 赶快搜寻YouTube张老大 晚上10点会有现场直播 加入我们吧